底下一个问题在世所发生 一切物质现象 破析到最后都是波动现象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那属于波动现象 一阵法界 长期观众的不生不灭 世福也属于波动现象 也是长 也是当初出生 当初生灭 或者一阵法界一无波动现象 世间与一阵法界的不生不灭 有何同意 这个问题 在佛法里面说 唯一阵法之 你要阵的这个境界 你就知道了 给你讲 讲不清楚 你也很难理解 那么这种讲得再多 佛说 佛说都叫戏论 戏论是在开玩笑 为什么呢 这是水人界 这个境界能不能证得呢 能 那 佛给我们讲 肯定能 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 你去见到了 那么你现在有具足妄想分别执着 这么多的障碍 这么多的障碍 就是佛来跟你讲 你也听不清楚 佛讲得很清楚 你听不清楚 为什么呢 障碍在你这边 所以你必须把心地恢复到清净 也没有障碍 那佛一说 你立刻就动 道理在此地 那我们要向这个科学家发现到 这个一切物质真的是波动现象 这个现象呢 跟佛经上所讲的非常相似 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家的发现呢 也很佩服 由于科学发现呢 把佛经上所讲的一些东西证实了 我们虽然不能清正呢 看看科学都很相似 你们最近才发现 释迦摩尼佛三千年前 也没有什么科学仪器 他老早就说过了 而且说的呢 比科学家还清楚 这个实实在在是难得 让我们相信 真地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是吧 这自信般若智慧心情 所以佛说得很好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那个如来的智慧 我讲经的时候 用为时的四分来讲 大家好 自信本局的剥弱智慧 就是四分里面的正自证分 而自证分是本体 就是发现 也叫真如 那是本体 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 建分呢 阿雷耶的建分是精神 像分呢是物质 精神跟物质都是波动现象 那么自证分里头有没有呢 自证分里头没有波动现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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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